大家好,我是KKTrader 我是股票投资者,不是金融分析师 我在这里只是分享我对股票的看法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今天是2月3号,2020,星期四了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讯息 外盘头条,微软CEO表示 收购动势暴雪,微软打造下一个互联网 收盘纳指重挫3.7%,Meta大跌到26%,亚马逊后飙涨 Meta业绩,汇纪药,万字经益 业绩,翻车,为哪翻? 公司参与者Mark Sherrill David 总结要点,总结一世纪度 业绩和一季度指引 不及市场预期,用户增速放缓 2021,全年公司受苹果IDFA 政策影响,损失约为百亿美元级别 公司战略重心转向以 Reals为代表的短视频领域 3.元宇宙仍然是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 CEO首席执行官Mark 亚马逊财报 力网狂澜 美国科技股 行后大幅反弹 轻能源亿第一股 持续推进A plus H 布局一华 通梯 通地表 通地表 港交所 香港事 发生了什么全球十大富豪身家大缩水 发生了什么 孤身成唯一赢家 女巴菲特 却遭最惨开局 巴菲特即是美国第三大富豪 联储的潮水 逐渐退去的预期之下 全球股市于2022年1月遭遇动荡 尤其是美股的科技股 出现了大幅的回测 使得硅谷富豪们的财富 大幅缩水 公告精选京东 CEO刘强东 向慈善机构捐赠了近 6,240万股 币类股 比亚迪 1月新能源机车销售量 同比增长 361.73% 富途早报 谁总在这打我看不见 有望率领科技股发起权 反攻 亚马逊财报超预期 盘后大涨超14% SNAP 第四季度营收 11亿美元 同比增长 42% 盘后 飙涨58% SNAP曾经大涨过 我也想做空的 但是它一直在高位 所以这只股票上去了 只是36块钱 我记得很清楚 这只股票一直没有追 现在跌到一定程度 现在有飙涨 所以这只股票 见过 索尼收益 超出预期 下调 Bestation 5 预期 都很重要 是 这么不关心 海中 第四季度营收益 被盖加 出现后 也是 最后患公司 由 大涨 そう 现在 刚才 大公司动态 Meta市值挣发近2500亿美元 Snap Q4营收挣42% 亚马逊云业务超预期 Riven投资报 重提利润会员涨价盘后一度暴涨18% 成交额Top20 MetaMetal暴跌26.4% 创始上最大 单日跌幅 欧阳企业行长拉加德 通胀高期将长于此前期做好了 适时调整所有工具的准备 可牌CEO硅硅股东是2022年的首要任 他说什么呢 对这些绿为止 你估计了 既然已经显得到 总比赛兴了 写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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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动鼓吹电动车 拜登绝口不提特斯拉 马斯克怒火中烧 拜登不支持我的忽略不计 马斯克拜登把美国公众当成傻瓜 美国总统拜登自称工会和汽车的支持者 自拜登上台以来多次加码新能源政策 他认为电动汽车对美国经济和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但有一家美国汽车公司 他闭口不谈特斯拉 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制造商 也是以电动汽车联系最密切的汽车品牌 所以大家小心一下特斯拉不受拜登的推崇 墨沙东Q4营收135.21亿美元 同比增长24% 比亚迪一月新能源起车销量 同比增长361% 商品今年继续跑赢股票 打磨这是五大结构性逻辑 大宗商品去年的强劲表现令人瞩目 及甚至跑赢股票 这在过去的十年中仅是发生了第二次 另一次是2016年当时的油价 从2014到2015年的历史性偷售中反弹 不过更往前看 从197年到2010年的40年间 商品在整整一半的时间里 跑赢了股票 所以大家可以注重一下商品 投行Evercore警告 A股可能再跌17% ARK将跟随科技股 后莫破例 所以现在有说多 有说上唱唱多唱唱跌 唱所以大家还要小心 现在我觉得好像 还有好多人在看跌 因为有些股票一直在横盘 也不是件好事 横来横去 一个是上中 一个是下跌 还在大家等待消息 等待方向 现在是方向不明确 所以它一直在那横着 但是横有多长 就是数有多高 就是数有多高或有多低 OK 美国独行投行Evercore警告称 随着大型科技股下挫 大宗生品价格标升 信贷息 差爆发 美国股市可能会再跌17% 但是有些庄家是为了庄家的目的 在底下 在加仓 还是干什么 反正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图表 自己用哪种股票 做好自己的分析 这个是美股回调已经过度了 抄底好时机 逆文揽进 想和最新观点 通胀止不住了 美联储年内 或加息6至7次 美股调整快结束了 现在是抽底的良机 Colin Novik 在本周一发布的报告中 这样说到风险资产价值 因为美联储收紧货币 而出现明显回调 但这个程度已经过度了 货币政策收紧大概率 是循序减进的 风险资产应该可以承受 这个调整节奏 哪些行业板块最具机会 小摩认为在新能源汽车 和再生能源先进制造 科技及数字化的领域 将会出现明日之星 以实现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原油价格年内冲击至125美元 第一位持续波动 三分钟看懂现在投什么 take a look 长期投资通过价值投资 赚企业盈利的钱 布局一个行业的长期发展潜力 是不动如山 布里市场 静厚十倍牛 这是刚才说的 对不起 你转过去 再回来 蒙代莱特 随着成本上升 全面提价 已经发展了 对不起 现在 更不具体白 是对不起 准备 我们都未闻 若关于 标准枪 确定 准备 准备 领备 准备 准备 小剖企业 百礼 运 还 一 写 金 中国 张 观点,2022年互联网中概股会走出什么样的行情呢? 先说结论,我对2022年互联网中概股的基本看法如下, 在3至5月中之间将出现最后一波下跌, 势头不应很凶猛,但足以要许多投资人丧失信心, 此时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股价将非常便宜, 而在8至10月之间将出现急剧反转, 不一定有明显的信号,投资人会在迟疑中逐渐入场, 但是这次上涨的幅度绝对不会有2020年的那么大, 有道理,10月以后互联网行业将明显分化, 如同现在的美股科技股一样强者横强, 商业模式得到验证的公司享受高估值, 大部分公司被冷落, 4今后多年优质的产品型内容型公司将崛起, 在资本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能完成产品, 内容转型的平台型公司将逐渐落伍, Facebook完了, 但Meta的故事刚开始, Facebook的用户总数首次下降, TikTok一军突起, 成为2021年全球访问量之王, Meta的目标是10年覆盖10亿人, 风水轮回水, 风水轮流转基金经理抛售科技股, 涌入银行能源股, 银行, 我一直在说银行, 能源股我还持有, 这里说什么, 每年一月调查显示全球329位基金经理们对科技板块的净配值的环比下降20%至1%, 创2008年来最低, 基金经理们认为银行医药工业原材料以及能源财使能抗住加息, 并受益于经济豪转的资产, 季后股价重挫Meta财报究竟是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雷, 多空机变, 大多头, 撑纳子四江跌入熊市, 小萌, 每股抛售已进入尾声, 2022年哪些投资重点, 好的, 我们再回到一下股票, 研究一下, 这次呢, 股票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的怎么样, 这是五分钟的图, 一块十五分钟的图, 十五分钟的图是这样子到高点, 然后下来了, 今天是一根阴线, OK, 今天是阴线, 是否走到这儿, 能够回调, 把这根线拉上来, 是否能走到这儿, 这根线是否走到这儿, 然后继续往上拉呢, 还是这个就结束了, M顶, 头肩顶, 这是头, 肩, 这是肩膀, 就结束了呢, 大家拭目以待啊, 再看一下SPY, SPY也是一根阴线高开低走, 高开低走, QQQ, 高开低走, 今天都是跌了, 不能永远上升啊, 三根阴线必有必阴嘛, 已经在这儿, 不算是阴线, 这一根阴线是四, 是非常, 就是说是可能的, 已经四根阴线, 咱们能够出一根阴线呢, 再说这个, 纳斯达克的指数, 也是连续两根阴线, 但是这根阴线是在最高点, 这三个指数都是这样子, 对吧, QQQ, 第二根阴线, SPY, 第二根阴线, 第一根阴线, 第一根阴线, 它的这个最高点是阴线, 然后呢, 到冲丝, 第一根阴线, 也是在最高点下来了, 已经四根阴线, 所以已经是很多错, 它需要调整, 然后再等待这根阴线, 是不能走下来, 如果冲破这条线, 那么继续向下看, 在哪里它能够支撑, 能够住, 再说一下, 大家关注的BWA戏, 这支股票, 我也是说, 是否能中高在下来, 是否能点到94块钱, 看一下一小时的图, 前几天在94块钱, 93块钱, 现在没有点击, 没有, 没有, 在这儿被打下来了, 在这儿一下子被打下来了, 而且这个量怎么样, 不过多头绿色的, 做多的, 还是多余这个打下来的, 就是做空的, 所以, 估计还能往上走一走, 因为已经上了一二三天了, 在这儿横一下, 那如果穿不上去, 那就下来了, 所以就看中央, 能不能继续想往上推, 我估计向上走的那样, 还是很大, 因为它的底部, 逐渐提高, 这是一个底部, 这也是一个底部, 这又是一个底部, 所以如果再回调, 可以进, 但是, 现在很多消息一直在说, 美股还能下跌, 所以这个是庄家特意玩的这种手法, 利用媒体来让大家继续卖, 然后庄家进场, 还是怎样, 大家自己做分析, 这两只股票, 几乎走得性能一样, 只不过这个价钱比较小, 所以,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 因为它两个同时涨, 同时都是川普外面股, 但是这一只股票的盘面比较小, 这个DWAC盘面比较大, 30亿的大盘, 而这个PHUN呢, 是一个2.34亿的一个小盘, 所以那个流通股, 流通股, 大家可以看, 流通的股本是这么多万股, 8千万, OK, 那么DWAC多少股呢? 2千多万, 但是它的股票很贵啊, 所以它推上去的, 就是, 推的也快, 但因为它股数少啊, 这个股数多啊, 8千多, 8千多万手的,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是, 这个要, 要涨, 要跌眼, 也很容易, 因为一万, 一万多少啊, 它要肿瘤跟股本, 然后呢, 再看, 肩外, 它才900多, 所以这个盘小, 想推, 就能推上去, 想往下打, 就能打下去, 所以这个盘面会比较小, 这个更小, 所以这只股票, 上上下下, 嗯, 很是疯狂, 这一只股票, 很是, 我听听它的盘面比较小, 这只盘, OK, 比如同一股本, 就是float, float, sures, 所以这些股票, 大家都可以观察, 另外我最近又发现这只股票, 可以走得不错, 这只股票, OK, 它的庄家已经进来, 总机构已经进了这么多了, 它的股票也在慢慢的上升, 这个我就在它最初开始, 向上涨的时候, 它也是, 涨得不错, 在这儿看着没有进, 然后继续涨, 翻了几倍了, 两块对吧, 再来翻了三倍了, 然后最近又一直没有变来, 现在是要走一个W顶, 还是什么,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只股票, 它是做什么的呢, 我这只我没有进过, 但是好像进得很快, 也很快出来了, 这家公司是纽约的, 是做这种消费媒体和出版, 也是跟媒体有关系, 消费性出版, 专注于这个数字媒体和营销解决方案的公司, 出版部门从事全国广告业, 印刷和数字广告, 所以这只股票可以算做, 算做媒体的, 因为它也是做广告, 所以把它放到一块, 也要关注一下, 这只股票也不错, 因为它的图形好, 它已经上来了, 是否能再下来再探一个顶, 是要W顶啊, 还要做一个小顶子下来吗, 大家可以关注吧, 然后呢, 它这只股票的一亿的旁面, 总市值是7个亿, 然后流通股本是一个亿的旁面, OK, 好了, 今天说的挺多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